CHALA HEY CHALA NANI GA OOKI TEMO KIMU WAH YO 哈囉 歡迎來到至高收藏 我是橘子 今天我們要來分享的是 FIGURAL ZERO 超級賽海人3 孫悟空龍泉爆發 雖然此次的外箱並不大 不過在重量上 真的非常的有份量 預購價為台幣2650元 整體的高度約為23公分 還原出七龍珠Z劇場版 龍泉爆發 悟空舌我七誰裡面的最後一幕 悟空使用了龍泉 一拳貫穿了幻魔人希爾德剛 也是我小時候印象 非常深刻的一部劇場版 不過這件作品因為近期 被砍單非常嚴重 代理商告知這次的到貨量 只給0.5成 所以一般店家也只能分到個位數 也造成市場公布應求的情況 而在面向還原度方面 我覺得這款悟空的臉 做的並不算太差 比起前一款我們分享過的物吉塔 在細節塗裝與做工方面 可以明顯感受到好上許多 比較特別的是 這次賽亞人的頭髮 使用了土黃色的配色 與過去金髮的樣貌有些落差 也是剛拿到這件作品的玩家們 需要習慣的地方 不過整體在頭髮 以及衣服的光銀漸層塗裝質感 倒是有不錯的表現 加上金色龍泉的上色 這裡做了許多豐富的顏色變化 比方說灰黑色的背脊 金屬質感的龍毛與舌頭 還有生物感強烈 有如昆蟲外骨骼般的龍腹 都讓整件作品看起來更加的寫實 不過這種風格 倒是少了幾分二次元的感覺 唯一只有龍的雙手與身體的色差 是我覺得比較突兀的地方 最後我們也來與幾款龍珠作品 比較一下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大小的差異 以及面向表現手法的不同 那今天我們悟空的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最後也別忘了訂閱加開啟小鈴鐺唷 那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modifiedocal法 開啟小鈴鐺唷 那我們下次見 那一看 很好 有 好 小玉 字幕 大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